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深受广大老百姓的厚爱 他被编成戏剧 影视作品 评书以及游戏 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 通过作者施奈安栩栩如生的描写 梁山坡108象的形象被深深地印在了我们的脑子里 花和尚鲁智深 大虎英雄武松 豹子头林冲 忽宝义宋江 玉琪林 卢俊逸 小李广花荣等等 在这些人中 谁的武功最高 我们尚无法平定 但是世间流传的不是有那句话吗 叫做马上临冲 马下武松 临冲是东京汴梁八十万进军教头 武艺高强 曾经跟卢俊逸 史文公 岳飞一起 拜当时有名的陕西铁壁榜周栋为师父 名师出高图 这四人都成为当时赫赫有名的人物 特别是岳飞 甚至还成长为一代抗金名将 林冲在《水浒传》中曾经有过几番细致的描述 林教头风雪山神庙 林教头大败红教头等 许多战将在他的马前甚至走不过一个回合 就被挑落下马 一命呜呼 武松更是了不得 赤手空拳就能打猛虎 除掉西门庆为兄长报仇 十字坡大战孙二娘 最打蒋门神 大闹飞云蒲等等 尽管这两个人都是武艺高强之辈 后世人也把他们排到并列第一 但是施奈安似乎更偏爱武松一些 他在武松身上泼洒的笔墨更多 使得英雄武二郎的形象更加受广大读者的喜爱 武松重义且爱打抱不平 除强服弱 在梁山坡有菜园的张青 母叶叉刷娘 金眼镖施恩 一众好朋友 曾经有很多陆林好汉 军中豪杰 都把武松作为自己的偶像 但是在性格方面 林冲似乎黯淡了许多 在梁山上 除了武功 他似乎没有什么朋友 曾经有一个鲁志深也因为他的出卖而离他而去了 而林冲的悲惨遭遇也是偶然的 如果他没有带着妻子前去庙里进乡 可能他一辈子都会过得平平安安 林冲作为一名京城的高级军官 他的社会地位必定凌驾于云云众生之上 但就是这样一个家庭圆满 前途无限的教头 却深深被逼上了梁山 令人唏嘘不已 林冲怎样也想不到 他在佛前虔诚拜寇后还不到半年的时间 就沦为了梁山草寇 这不是佛祖的过错 这是人间的险恶 即使落草为寇 林冲也没有放弃理想 他一直想回到京城继续建功立业 至少要家庭圆满 而不是做一个梁山强盗 但是文武双全的林冲最终也没能为他妻子和自己夭折的前途报仇 最终也没有实现他远大的报复 他并不是没有报仇的机会 只是迟迟不肯下手罢了 水浒传第八十一章 林冲仇敌高求被活捉上山 高求在忠义堂见了众多好汉 一个个英雄都如此猛烈 为林冲怒目而逝 面露发作之色 这时是林冲报仇的最佳时机 但此时作为俘虏的高求不但没有被害 反而要隆重接待 林冲忍生吞气 却又无可奈何 反观林冲一生 一直都是这样在委屈求全中度过 二 林冲活捉护三娘 拱手相让不然止 林冲在京城受尽委屈和屈辱 他连自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 为了前途忍生吞气 后来无奈之下成为元老之一 且是身居梁山五虎大将之列 但此时的林冲依然活得很窝囊 即使活捉了貌美如花的护三娘 也要拱手相让而不染指 要知道当时的江湖规矩 这个功劳一定属于林冲 但林冲却又一次错失了这个机会 护三娘是水浒传中唯一一个武艺高强 且貌美如花的女人 何以见得 《水浒传》第49章这样描写胡三娘 缠柄金钗双鸭 奉鞋宝邓鞋踏 连环铠甲衬红纱 天然美貌海棠花 胡三娘是女中豪杰 接连抓了梁山多个好汉 令宋江头疼不已 最终林冲出马 款扭狼腰 轻疏远臂 把一丈青轻轻一转 便活鞋过马来 一丈青胡三娘 就这样被林冲活捉了来 林冲活捉胡三娘之后 没有向他的首领宋江提出任何要求 林冲此时只要开口 他和胡三娘一定会是天作之和 但偏偏林冲一言不发 于是宋江自作主张 将胡三娘嫁给了矮角虎王英 一朵鲜花终究插在了牛粪上 《水浒传》第51章 宋江喊来王角虎王英 把胡三娘许配给他 说道 今日是个良辰吉日 王英急于贤妹结为夫妇 一丈青见宋江如此意己身重 也推却不得 胡三娘和王英只得败谢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 胡三娘对这桩婚事未必是情愿的 但推却不得只好从了 这件事让宋江成了最大赢家 一是宋江完成了为王英许下一桩婚事的承诺 二是梁山好汉都称颂宋公明 真乃有德有义之事 可谓是一举两得 胡三娘从被林冲活捉到与王英结婚 林冲始终一言不发 而且这个过程宋江竟然完全无视林冲 擅自做主 完全不把林冲当回事 林冲在梁山但凡有一点存在感 也不至于混到这种地步 见到仇人不能报仇 见到美人不能娶 对于上级只能服从 心甘情愿拼命做事 却换来上级不闻不问的待遇 即使如此 林冲依然在夹缝中苦苦挣扎 他一直在等待机遇 等待一个可以逆转命运的机遇 对于生活的种种不公 林冲是敢怒不敢言 只能继续委屈求全 三 林冲是上上人物 精明一生却成空 虽然林冲活得窝囊 但是文学批评大家金圣叹 却依然把林冲批读为上上人物 理由是算得到熬得住 把得牢 坐得彻 这个评语让众多读者不禁怀疑 这话是不是用来形容武松的 可偏偏却是评价林冲 对此 金圣叹进一步做出了解释 他认为 林冲看清了王伦的真面目 是其算得到 刚到梁山却没有凭实力 做第一把交椅 是其熬得住 红教头对他毫不客气 而他依然不识风度 是其把的牢 林冲直接除掉了王伦 并把朝盖推上位 是其坐得彻 金圣叹对林冲的评价 都集中在上梁山前的事件中 所以做出了林冲是上上人物的评价 宗上所说 林冲是上上人物 也正是因为有这些特点 所以林冲堪称人中龙凤 正是因为这些特点 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缺点 所以林冲始终未得到重用 精明一生的林冲 最终落到了两手空的地步 再也没有了建功立业的机会 如果你以前太过于锋芒毕露 那么现在你就应该学会韬光养晦 学会收敛一些 只有一个人学会承受所有的悲欢离合 才能让那颗敏感而无助的内心 磨练得更加坚强 这是林冲揪其一生告诉我们的道理 对于人生中的种种痛苦 与其每天自怨自哀 还不如奋起直追 砥砺前行 活出自己的人生 这是林冲揪其一生 留给我们的教训 往事已成过去 那便无可再追 无论悲喜 无论成败 都不要再为此揭叹 也不要再为此而伤怀 人生在世 不要刻意伪装 只需尽善尽美 努力把握当下 这就是幸福 不知道大家对林冲活桌护三娘的故事 有什么样的评价 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请问各位留言